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和中美关系的动态 首先,外交事务指出,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对莫斯科表示谨慎支持,但中国学者对此表达了深刻的担忧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担忧逐渐被谨慎乐观所取代 中国专家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已经避免了西方制裁的重创 并且俄罗斯在国际上并未完全孤立 尽管如此,中国的支持带来了与欧洲关系的恶化 并激化了与美国及其印太盟友的紧张关系 接着,外交官报道了中国战略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过去十年中美关系不断紧张 中国精英普遍认为,无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是谁 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都不会有显著改善 中国目标在于确保这种紧张局势不会阻碍国内经济增长 并通过加强在全球南方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对抗美国 最后,外交政策聚焦于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政府采取了谨慎支持莫斯科的态度 北京政府发言人一再强调俄罗斯有权自行决定其行动 并指责入侵这个词是西方对事件的解读 甚至暗示美国通过支持北约的扩张来挑衅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达了对俄罗斯合法关切的同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外的反应却显得更加担忧 虽然中国的大多数大学和智库都由国家资助 但分析师和学者们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他们的观点也对政府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这些分析师公开担忧该冲突可能会如何损害 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进一步分裂全球经济 并削弱俄罗斯这个中国最重要的伙伴的财富和力量 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严学通在2022年5月的警告中强调 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 并预测持续的冲突会对全球经济 造成灾难性影响 并引发中国与日本等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国际关系学者李伟指出 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前所未有的制裁努力 让中国专家们大吃一惊 部分分析师如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 担心这些制裁会威胁到中国经济所依赖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如此随着战争进展超过两年 中国专家的公开悲观情绪已经减弱 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乐观 这些专家现在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基本上避免了西方制裁所带来的严重损害 俄罗斯正在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 并避免了曾一度看似可能的极端外交孤立 中国专家得出的一些结论 例如美国国内支持武装基辅的共识将动摇 已经被验证 但其他现实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却明显缺乏 事实上 由于普京的战争以及北京对其经济和外交的支持 中国也付出了代价 虽然欧洲并未完全背弃中国 但中国与俄罗斯的日益密切关系 已经显著恶化了其与许多欧洲国家的关系 这种关系难以逆转 普京对夺取乌克兰领土的渴望 与北京长期以来对吸收台湾的野心之间的对称 促使美国及其印太盟友加强了防御 这些盲点很重要 因为在中国 乌克兰战争济世观察室 也是实验室 中国正准备与美国进行更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 通过分析乌克兰的事件 中国学者试图评估美国和欧洲的决心 并了解中国在地缘政治或军事危机中 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些专家 例如领先的军事战略家周波 认为北约在为乌克兰进行 某些重大干预方面的犹豫证明 除了美国之外 未来台湾与中国的冲突中 几乎不会有捍卫者 中国战略家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过去十年来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许多人甚至开始谈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新冷战 美国政策制定者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和美国的主要威胁 那么 中国的精英们如何看待这种关系呢 于杰博士在他的新报告 中国被围困 美国强硬的中国政策在北京的看法 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于杰是查塔姆研究所亚太计划的中国高级研究员 他通过分析出版物 官员言论和与中国顶级战略家的私人对话 来了解中国精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他在接受外交官 杂志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 北京的战略社群不期望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前后 中美关系会有任何显著改善 2015年 资深中国学者大卫 兰普顿曾警告说 中美关系正处于临界点 因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于杰的报告追溯了中国对美国看法的类似转变 以及在2020年带出其官方言辞的强硬化 为什么中美双方对其关系基本状态的重新评估之间 会有这样的延迟呢 这种延迟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 中国政治精英并不认为 特朗普政府会持续到2020年之后 他们希望2020年美国总统乔 拜登的当选能预示着其前任对华对抗政策的软化 然而这些希望破灭了 因为拜登总统采取了类似强硬的对华政策 只是执行的更加精致 协调和实质性 北京认为华盛顿的遏制战略证据确凿 其次 中国领导人已经降低了中美关系中典型的缓冲和稳定因素 如贸易和投资的优先级 过去中美关系的实际利益 即贸易和投资由于商业竞争力的增加和北京从低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高端制造业增长模式的果断转变迅速减少 最后 中美关系中最棘手和风险最大的问题 如台湾和南海继续增加不信任并扰乱现状 北京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的威慑行动来向华盛顿及其印太盟友发出警告 如果大多数中国战略家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现在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 那么北京对中美互动的目标是什么 拜登政府一再强调需要护栏和冲突管理 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确保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会阻碍国内经济增长 这是赋予执政政权合法性的关键 北京应对美国的总体战略是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是全球南方 最大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将华盛顿的损害降到最低 这样的举措可能会为中国争取时间 加快自身经济韧性和技术发展 沃尔兹 一位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副总统候选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因被选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搭档而成为焦点人物 沃尔兹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一直不高 但他的传记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元素是他与中国的深厚联系 1989年 沃尔兹首次访问中国 正值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 此后他又访问了中国约30次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小企业主 他促成了学生团体的中国之行 并在立法者身份中长期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 然而并非所有对沃尔兹中国记录的关注都是正面的 共和党和保守派人士试图将沃尔兹与中国的联系描绘成危险的 例如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指责沃尔兹是中国的代理人 称他是北京耐心培养未来美国领导人的一个例子 并表示他会允许中国偷走我们的工作和工厂 并向美国输送毒品 但鲁比奥的攻击完全错误 沃尔兹的记录显示他是一位对中国共产党持谨慎批评态度的人 既不夸大其词也不妥协 这并不是最近几周由公关专家炮制出来的姿态 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热爱与他对中国统治者的长期批评是一致的 沃尔兹在1989年至1990年兼在中国佛山的一所高中教授美国历史和文化以及英语 每班有65名学生 他在教学年中访问了北京并看到了天安门广场 尽管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 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直言不讳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人民而在于政府 如果他们有合适的领导没有什么是中国人民不能完成的 他说后续影响从乌克兰到台湾 中美关系的前景看起来并不光明 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导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急剧恶化 这种恶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北约在其7月峰会后的声明中首次尖锐批评北京的行为 称中国是俄罗斯战争努力的决定性支持者 这种语言在2022年2月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 中国的立场甚至更加不受欢迎 拜登政府警告说 中国对俄罗斯的经济、技术和外交援助与其所谓的稳定双边关系愿望相悖 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公司的制裁 并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加剧制裁 这一切对中国的台湾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有关现代战争复杂性 国际对区域争端的反应以及持久军事冲突成本的普遍教训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这场危机的学习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但中国的学者观点提供了一个窗口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可能从普京的战争中得出的教训 许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 西方对持久战争的支持最终会动摇 这种结论往往被夸大 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决心 总体而言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这对中美台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具有深远影响 这一切让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的几周内 中国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谨慎支持的态度 中国政府发言人多次强调 俄罗斯有权处理其内政 并表示 入侵这一词汇是西方对事件的权势 并暗示美国通过支持北约扩张 挑衅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国外长王毅表达了对俄罗斯正当关切的同情 然而 这种立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外 引起了更多的担忧 尽管中国的大多数大学和智库都有国家资助 但那里的分析师和学者仍保留一定的独立性 他们的观点对政府有一定影响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这些分析师公开担心 该冲突可能损害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 并削弱中国最重要的伙伴 俄罗斯的财富和实力 例如 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闫学通 在2022年5月警告说 持久的冲突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并引发中国与日本等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 当战争持续超过两年后 这种公开的悲观情绪已经逐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谨慎的乐观态度 这些专家现在认为 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西方制裁的严重影响 俄罗斯正在重建其国防工业基础 并避免了普京赌博可能导致的极端外交孤立 尽管中国这些分析师的一些结论 例如美国国内对武装基辅的共识 可能会动摇 已被证实 但一些现实情况 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明显缺失 事实上 由于普京的战争 以及北京对其的经济和外交支持 中国已经承担了一些成本 欧洲并未完全背弃中国 但中国与俄罗斯的深化关系 已经导致其与多个欧洲国家的关系显著恶化 这种情况难以轻易扭转 此外 普京夺取乌克兰领土的欲望 与北京吸收台湾的长期欲望的对称性 促使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 加强了防御措施 这些盲点很重要 因为在中国 乌克兰战争即是观察战 又是实验室 为该国准备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冲突 提供了参考 中国学者在分析乌克兰事件时 试图评估美国和欧洲的决心 并了解中国在地缘政治或军事危机中 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 一些专家 特别是领军军事战略家周波 认为北约在援助乌克兰方面的犹豫证明 除美国外 台湾在未来与中国的冲突中 缺乏坚定的捍卫者 尽管这些学者 往往避免过于明确地讨论 台湾海峡潜在战争的轮廓 但许多人似乎认为 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存在裂缝 从而可能推断 美国能否承受未来与北京的持久冲突 中国的专家 尤其是那些来自精英学术机构 或与政府或军队有关的智库的人 既是官方政策的解释者 也是影响者 他们在政府批准的期刊和媒体上发表文章 尽管他们的观点 经常与政府的正统观点一致 但他们也经常试探 未被公开的政策理念 或提出新的政治主张 作为试探官方反应的试金时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即使公共话语被严格控制 这些专家仍能小心翼翼的探索敏感话题 在自私独立和政治忠诚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的专家们 在普京的战争问题上 并非铁板一块 从俄罗斯军队 在2022年进入乌克兰的那一刻起 中国分析人士就对这场冲突 对中国利益的影响 以及西方应对俄罗斯进攻的正确解释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总的来说 他们早期的反应受到了担忧的影响 即这场战争将成为冷战后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中国学者一致认为 俄罗斯的入侵将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 这一观点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群学者中 得到了充分表达 该智库以其高质量的分析而闻名 尽管其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直接相关 这些学者在2023年2月表示 这次入侵是历史上的分水岭 揭示了不同于冷战 结束后30年来的主导的安全架构的 潜在新秩序的 存在 习近平当然谈到了一个全球秩序的新时代的开始 他多次宣扬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将伴随着风险 但也可能对中国有利 推翻美国在地缘政治 技术和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我认为 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采取了非常务实的立场 中国强调俄罗斯有权处理自己的事物 这是出于对国际法和主权的尊重 更何况 如果美国和北约不扩张 普京也不会感到受威胁 这就像是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态度一样 当时美国也无法容忍苏联在自己家门口部署导弹 哦 楚天书 你这样说让我想起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疯狂茶会 你说中国的立场是务实的 那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和智库一开始都对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 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破坏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影响全球经济 这是一个战略失误 就像是唐吉赫德与风车搏斗 结果却是自讨苦吃 谢琪琪这么看问题有点幼稚了 我们得承认 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是战略伙伴 这种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 就像冷战时期的中苏联盟 两国有着共同对抗美国霸权的需求 现在中国通过支持俄罗斯 其实是在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 这是长远的战略布局 正如诸葛亮说的 未与筹谋是未上策 哦 楚天书 你这魔说就像是绿巨人霍克在恐吓小白兔 你提到中俄合作 就好像他们是最佳拍档一样 但实际上 中国这样做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 与欧洲的关系大幅恶化 NATO甚至在声明中称中国是决定性帮凶 这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袁绍 表面上强大 实际上四面楚歌 如今的中国不仅叠加了经济风险 还得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硬态度 谢琪琪 我不得不说你这魔说简直是井底之蛙 事实上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 并没有付出太大的经济代价 相反 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还在增加 俄罗斯的经济 也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崩溃 这就像是老子说的已不变因万变 中国的稳定和务实政策正在逐渐显现出其优势 我们的学者也已经从初期的悲观转位谨慎乐观 哦 楚天书 你这样说让我想到哈利波特中的马粪家族总是高傲自大 却忽略了背后的危险 中国无视国际社会的疑虑 支持俄罗斯 看似短期内经济没有受到重创 但长期看来 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性欲受到了严重损害 这就像是刘备借经周一样 短期利益得到了 长期却失去了信任 中国真的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战略 而不是掩耳盗铃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像是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中国的战略是长远而深思熟虑的 中国并非盲目支持俄罗斯 而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战略选择 就像孙子兵法中说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中国正是通过支持俄罗斯 来削弱美国和其盟友的影响力 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奠定基础 这是高瞻远瞩的策略 而不是短视的决策 楚天说 你这魔说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宋江 总是以为自己有高明的计谋 但结果却是被昭安 失去了初衷 中国自以为在乌克兰战争中采取了高明的策略 但实际上是在孤立自己 欧洲的失望 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都不是知己知彼的结果 而是自作聪明的代价 中国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国际策略 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筑起高墙 孤立于世界之外 谢奇奇 你说中国在孤立自己 但事实是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依然强大 看看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 那些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 而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这就证明了到不同 不相为谋 中国的战略伙伴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美的影响力正在增加 这是远交进攻的现代版 楚天书 你的远交进攻听起来像是西游记里的白骨精变成了仙女 妄图迷惑唐僧 中国或许在某些地区影响力增加 但这并不能弥补与西方世界的裂痕 全球经济的融合需要多方面的合作 而不是单方面的压保 中国应该学会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 而不是仅仅依赖几个所谓的战略伙伴 这才是真正的合而不同 而不是自我孤立的策略 谢琪琪 你的合而不同听起来像是《红楼梦》里的古堡域 总是理想化、浪漫化现实 国际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 中国必须根据现实做出选择 中国支持俄罗斯 是基于对国际秩序和自身利益的考量 这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虽然面对困难重重 但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战略布局 这不是自我孤立 而是智慧的选择 楚天书 你的智慧的选择听起来像是潘金莲自以为聪明 结果害了自己 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灵活和现实 而不是固守一个方向 在国际关系中 灵活应变才是王道 中国应该学习史记中的苏秦 善于游说和结盟 而不是像封神演义中的打击 最终被孤立和打败 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是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困境 谢琪琪 你的比喻虽然精彩 但实际上中国的战略是清晰和稳定的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战略 而不是随波逐流 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面对各种挑战 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 只有坚持自己的战略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楚天书 最终中国需要的是智慧和灵活 而不是固执和自大 国际政治不是一场谁更强硬的竞赛 而是一场谁更灵活的博弈 中国应该以大学中的休期置评为目标 学会在国际社会中找到平衡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衡发展 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在未来的挑战中不断前进 而不是陷入孤立和困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随便是2022位的 随便是 leva缓出的 随便是4优位的 随便是9郎的随便